這個公式裡面只要有雙引號,一律要把它轉換變成兩個 這樣子它才有辦法辨識說這個雙引號是公式本身的雙引號 而不是VBA程式要用到的那個雙引號,所以這個可能要做一個區隔 但是問題還沒解決,因為目前只會輸出一個 就把後面東西丟到前面來,所以特別注意你們在理解這個等號的時候 在那個VBA程式裡面這個等號不是以前你們認知的那個等於 比如1加1等於2的那個等於,它這個等號實際上就是把後面東西賦予到前面的意思 所以這個等號你不要一直把以前的舊觀念拿到這邊 把它當成是跟那個這個跟程式的用法是一樣 特別在程式裡面用法,這個等號是把後面的這個字串丟到前面這個儲存格 那如果說我們的範圍,假如說有第4列到103列的話 有沒有,Ctrl向下 103,4到103 所以我基本上 如果我要重複做這件事情的話,接下來你們可能要再學會 一個很重要的,這個程式裡面很重要的 的一個敘述方式,就是跟他講說,我要重複做 因為電腦最厲害的地方就是,它可以幫你 重複完成很多事情,就不需要人工啦 那當然至少就是達到自動化的目的 也就是以前你要土法鏈鋼,現在不用了,寫個程式就好了 所以未來在職場上面很多事情 通常就不會要你用土法鏈鋼,什麼複製,Ctrl C,Ctrl V 而是必須用程式來解決,那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第一個,你要學會所謂的for圍圈 for圍圈的敘述方法就是for 後面加一個變數,這個變數的話,裡面的資料會改變 叫forI,I這個名稱是自己取的 等於 跟他講說,我裡面的 這個詞,你請你幫我從第4 跳到 103 也就是他會怎麼樣 會先跳4 也先把4放到I裡面去 再跳5 再跳6 一直到跳到103 那下一個詞的話就NAS 所以他會在這個範圍裡面跳 一直跳,換下一個,換下一個 裡面I的值會改變 再來我們把剛剛這一行,把它搬到哪裡,搬到這裡面來就可以了 OK,然後搬到裡面,我建議是按個Tab鍵 意思就是說呢,他會在這個回圈裡面被執行 OK,所以結構長得像這樣 有沒有,forI 等於 4到103,這個寫法都固定了 所以可能請各位同學要把這個寄老 然後底下一定要有個NAS 再把剛剛這一行放過來 然後並且把這個Sales裡面的第4列的4,有沒有,改成什麼 改成I就好了 應該可以看懂這意思吧 那我們這個時候就可以執行看看了,執行的話你會發現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他會幫我把這個公式 S輸出到103 因為這個數字會不斷改變 先4 再5 再6 再7 另外順便講一下 你可以把現在寫的這個公式 這一段Sup到EndSup 複製之後貼到底下 把它改成清除 清除的話呢 我們剛剛有提過啦,清除主要是在儲存格裡面放什麼 這個後面呢就是把這個 等於後面的放一個雙引號就可以了 那他會達到什麼樣的效果呢 執行 不見了 為什麼 因為 他會先清第4 第5 第6第7 意思實際上就把這個東西丟進去了 那就清空了 OK 所以這個地方清楚直接可以把上面的複製下來 把後面 等號後面的東西 改成兩個雙引號就好了 但問題還沒結束喔 因為如果現在執行全部都一樣 為什麼全部一樣呢 因為這邊的公式應該是F4 G4 H4是沒錯 因為他在第4 第4列 下一個的話呢 應該變什麼 F5 G5 H5 對不對 所以 關鍵來了 要如何把什麼 把後面的這個4 改成 I 有沒有 那請特別注意喔 你不是說直接把這個 I放到這裡面來喔 因為如果你把I放進來的話 他會變成是這個文字裡面的一部分 如果你輸出的話 他應該會是錯誤的公式 因為他會變成什麼 變成FI 他不會 不會 不會 把它執行 那如果你要執行的話 特別注意喔 一定要把什麼 把這個字串喔 我把它改回來 你一定要把這個4的地方 先把這個文字 切開來 他本來是一個完整的一個連續文字 那你必須把他先切開來 用串接符號串接 再把I放進來 這樣才是正確的規則喔 OK如果你假設規則寫錯的話喔 那他就不會work啦 那他就不會work啦 那只是說呢 要怎麼樣把這個I正確的放到 這一個F的後面喔 那請各位特別小心 因為這個是 這一題最難的部分 啊放的方法喔 先跟各位講喔 其實有個口訣 很好記 什麼口訣呢 一 請你先選取 你要 把那個 數字要變成I的這個數字 選一 二的話呢 就是先加兩個雙以後 為什麼先加兩個雙以後呢 因為他就切成兩個了 這個跟這個分開來了 OK現在是兩個 兩個字串喔 兩個文字喔 中間再加兩個and符號 然後再移到中間 再加個I就可以了 但是 在VBA的規則裡面喔 and符號前後一定要空白 所以呢你就再加空白 這樣就OK了 好那再還有這個這兩個嘛 怎麼做我再做一次喔 選取4 2 兩個雙以後移到中間 兩個and符號移到中間 再加個I 並且把and符號呢 分開來 前後加空白 這樣就OK了 好 所以喔 至於喔細節部分喔 如果一下子不太理解 你乾脆先背口訣好了 因為之前喔 一直在解釋 一直搞不清楚 老師為什麼 因為 可能你還沒寫過 大概一段時間之後 發現喔老師我終於懂了那個意思了 所以乾脆你們就先把口訣記起來 1 選取4 2 雙以後兩個移到中間 and兩個移到中間 然後再加一個I就可以了 並且喔 把and的前後加空白 然後再加一個 這樣子程式就大功告成了 好了 我們來run一下喔 剛剛是清除對不對 現在要清除掉 再來的話 我就直接執行了 這樣子 這樣子你會發現喔 這個是G4嘛 下一個就變G5 下一個變G6了 OK 所以大概 就是把這兩個分別完成喔 那我重點回顧一下 1 先打 4 I 等於 4到 103 然後 Enter兩下打一個NAS 把剛剛的那一行搬到這邊 記得喔 這個前面 加一個TAB鍵 讓他下一階 OK 然後把這個 原來的4改成I 然後呢 把公式裡面的這個F4的4喔 加什麼 兩個雙以後 兩個and 把I放中間 然後and把它割開 OK 這樣的話就完成了 那清除的話 實際上就是把上面這一個公式 貼過來 改個名稱 後面改一個雙引號 這樣子就大公告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喔 OK